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 Square Enix 制作 將於 N3DS 上推出的多人同樂ARPG Final Fantasy 探險者們 也在 TGS 中公開了更多的遊戲細節喔 在本作中的世界觀裡 人們是運用水晶的能量來發展文明 而星島嶼亞摩斯特拉中 藏有龐大數量的水晶 因此探險者們為了遵循水晶而前往冒險 不過事情可沒那麼容易喔 水晶可是被召喚獸以及其他的幻獸給守護著 玩家們得要一一擊破才能夠獲得 遊戲當中可以使用FF系列裡各個耳熟能詳的職業 例如騎士、黑白魔導士、武僧、石魔導士等等 才能夠變身成克勞的這些FF的歷代知名角色 而每種職業一定要各司其職 善用團隊合作的力量才能夠殲滅敵軍喔 召喚獸當然也是由大家熟悉的老班底所擔當 例如伊弗利特、獅婆等等 打贏了召喚獸就能夠藉由召喚獸的力量 來使出特殊絕招喔 雖然本作是提倡多人組隊攻略的樂趣 但是單人遊玩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喔 FF看險者們最多可以四人組隊連線遊玩 今年12月18日就會推出喔